隔宫省沿海的基里萨区塔尼村的培里芙 刚刚从家附近的小河里打鱼龟来 今年63岁的培里芙有一个农庄 它的木屋周围种着腰果、芒果和椰子树 它拥有一公顷的稻田 这是它和全家几代人赖以为生的财产 可是自从2008年以来 政府把包括它农庄在内的36000公顷的土地 都出租给中国公司联合发展集团 来发展大规模沿海度假村 租期为99年 和其他村民一样 为了给这个公司的项目铺平道路 培里芙被迫搬迁到几十公里外的高原地区的一个安置地 可是培里芙没有像大多数村民那样 它拒绝搬走 新的地方什么都没有 没有椰子 没有芒果树 没有稻田 除了森林 什么都没有 培里芙在接受访问时说 即使它重新种上这些树的话 可能也活不到结果的那一天了 权益组织报告说 这个耗资38亿美元的发展项目 影响到歌公省基里萨区和伯吞姆区13个村庄的1100多个家庭 到目前为止 大多数家庭都被迫搬迁到新的安置地 只有几十家仍然坚持说 中国公司的补偿费远远低于他们的损失 伊琳达是留下的村民之一 她和培里芙是同村 我要住的地方在我的出生地 可是如果这家公司真的要发展这个地区 我不得不离开 那么他们一定要给村民适当的补偿 而不是250美元 这还不够给我一家八口人买一个月的米 这是要我放弃种植了一生的种植园 那我怎么养活我的孩子呢 这家中国公司正忙着修建度假村的一条主要公路 根据计划 这个度假村包括一个五星级饭店 一个赌场和一个港口 这个公司得到柬埔寨政府的同意 根据土地条件 给受影响家庭每公顷几百到八千美元的补偿 记者找不到这家公司在柬埔寨的代表李志炫 在今边的一名柬埔寨助理说 李志炫不能接受采访 可是基里萨区的副区长恩索菲说 这个赔偿是可以接受的 这是适当的 因为根据政府的政策 如果他们的土地上完全没有种植园 那只能得到几百块钱 如果土地上全是种植园 那么他们会得到相应的赔偿 他说他们为每个重新安置的家庭 提供一座新木屋和两公顷半的土地 让他们生活和工作 可是一些村民不满意赔偿计划 他们说安置地缺乏水电供应和其他基础设置 比如学校 佛塔和医院等 普拉松是皮木凯村的渔民 面临被迫搬迁 我只想生活在我的家乡 我宁愿死在这里 也不愿搬到没有东西吃的新地方 美国之音记者赛莫尼从歌功省发来的报道 我宁愿死在一起 谢谢大家